国际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接下来为你播出的 当时呢 可真是蜜月期盼的朋友 那是美国和中国 1972年的2月 尼克森秘密的访问中国大陆 那么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情 不只是冲击了台湾 不只是冲击了美国 更冲击了苏联 那个时候呢 整个尼克森他的最重要的智囊 也就是他的国务卿 季辛格所提出来的整体的国际战略 就是中国跟苏联是有冲突的 在这个情况里头 美国应该建立一种三角战略的一个大棋盘 这个大棋盘呢 使得共产世界是可以一分为二 因为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是苏联 这个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论他多么的独裁 不论他是否在文化大革命时间 不论他有一点点人权的最坏的记录 通通都存在 不论他所有的人权记录 即使是恶劣到了几点 比今天中国糟太多了 他都是美国最好的朋友 因为这是美国的外交利益 而当时呢 尼克森访问这个中国呢 最后改变了世界的外交史 也改变了整体全球的非常多国家 跟战略的新情势 这场历史性的访问呢 到现在为止 都是国际外交政治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我们取得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纪录片 为大家播出 在这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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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人 在看和听 什么我们说 1972年2月一个还冷的早晨 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 这位反共的极端冷战分子 搭击前往共产主义中国的心脏北京 对于尼克森和随行的记者来说 这是一次进入未知世界的旅程 当年在美国和苏联冷战的气氛中 1971年4月 中国突然邀请正在日本参加锦标赛的 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 在中国和美国中断联系20年后 中国踏出改善与美关系的一大步 三个月后 尼克森派他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基辛吉 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 接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往中国 目的是为安排尼克森总统的访问 基辛吉的中国行一直命而不宣 直到有一天尼克森惊人的宣布 他将访问中国 就在尼克森派出的先遣人员 到中国打点所有活动的相关细节的同时 美国各媒体的记者激烈的争取 踏上这次历史性旅程的机会 新闻界对这次访问兴趣不断升温 副总 总裁 制作人等媒体高层 为了进入访问随行人员名单 不惜冒充音效师和电工 尼克森发誓要将他最不喜欢的报纸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排除在外 他的幕僚中头脑比较冷静的 则力劝他不能这么做 毕竟这两家是国际性大报 尼克森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随行记者团分别搭乘两架特别包机 分别命名为你好一号你好二号 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 激上大家的心情激动万分 当空军一号抵达北京 尼克森和夫人走下阶梯的那一刻 立即成为历史镜头 记者们连尼克森和周恩来怎么握手 也具细迷一的报道 在机场除了总理周恩来 少数其他官员 一个军乐队 尼克森检阅的仪队之外 毫无疑问欢迎仪式是低调的 当尼克森和随行人员 以及记者团进入北京的时候 也一样见不到任何一幅 欢迎尼克森来访的标语 没有人列队欢迎 尼克森被安置在钓鱼台国宾馆 正式的时间表上是先休息 接着是正式会晤 然后参加周恩来的宴会 没想到一小时之后 周恩来回来了 传达毛泽东希望立即见尼克森的讯息 没有任何随心记者 在现场报道尼克森与毛泽东两人的会面 这使得跨越半个地球 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大为恼火 但尼克森不为所动 毕竟他成了第一个 与毛泽东会晤的美国领袖 之后周恩来把尼克森带到人民大会堂 参加一场欢迎晚宴 中方经过精密的盘算 刻意让美国观众 在吃早餐喝咖啡的时刻 看到尼克森和周恩来举杯祝酒 第二天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 尼克森 季辛吉和周恩来立即就公报内容展开谈判 这份公报将奠定美中关系新的基础 双方同意谈判秘密进行 中方严密控制美国媒体的拍摄和报道 记者无法自由采访 接触不到真实的民众 记者越来越不满厌倦 这次的中国行甚至还造成美国平面媒体看电视同业的紧张 因为白宫体会到电视的力量 给予电视报道优先地位 电视的影响在尼克森参观长城时更为明显 参观了长城后 尼克森前往另一处著名景点十三林 跟着去采访的记者眼前出现一个奇特的景象 科伯尔灵机一动 他要偷偷留下来看真相 果然当记者们一离开卡车就来了 一个干部走过来提着一个篮子 把所有的照相机 可惜是收音机都收起来 放到了篮子里 这些人全部上了卡车 然后开离现场 在不公开的会议上 尼克森 基辛吉和中方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 症结在于台湾 国务院亚洲问题专家格林 和国务卿罗杰斯针对公报 向基辛吉提出的问题 主要和台湾有关 这份协定在尼克森访华最后一站上海 初次公开 因此称为上海联合公报 尼克森称这次的访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这件大事改变了中美双方对对方的看法 开启了交往的大门 The Nixon trip to China was without any doubt the most important presidential trip ever you know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president going to Mars I mean nobody i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a trip like that again 最后一下 也许多了